哈喽 大家好 可能今天这个影片要讲的就是 我强劲拿到了OPPO的第一台5G手机 OPPO 5X2 PRO的啊 其实5X2 PRO一共有两款 一款就是glossy材质 黑色的 比较normal一点 另外一款就是我手上拿着这个 限量版橘色皮革材质 只是我留了OPPO很久才给我抢到的 好 那我们开始吧 外型方面5X2 PRO皮革版其实跟我之前 在lengkaui摸到的华为Mate 30 Pro5 就有一点点的相似 比如说采用素皮材质 比如说角落的金色logo 比如说同样是orign orange色这样 但是哦 当你认真一点看的时候 它是不一样的哟 颜色上面虽然同样是橘色调 但是5X2 PRO采用的是茶橘色的橘 如果要用红色来新鸣的话 它就像是Shenry黑管68号 或者是外上金管纯用07号 有什么应该懂我在讲什么的 啊对 听说它的皮革是爱马仕腿 那个厂长出来的哦 其实我也不知道爱马仕是什么味道 好像懂这样 左下角一个金色凸起的OPPO LOGO小牌子 有一种故意做到像明月牌包包上面的小牌子 那种感觉有没有 边框配合使用玫瑰金色 手感不错 整体整体也有一种贵气感 至于屏幕方面 OPPO 5是过正面搭桥一块 6.78寸QHG Plus 120s的高刷新率爽曲面屏 有一点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120s的刷新率这种东西 之前大多数都出现在gaming phone上面 比如说RG Phone 2啦 Razer Phone 2啦 Nubia Homo等等 但是来到2020年 就开始陆陆续续而有一些产商 用上了这个120hz 比如说Selton Galaxy S20啦 小米10 Pro等等 还有就是它 5X2 Pro也用上了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到底120hz有怎么好 开始下啦 左边的是一般60hz手机 右边的是120hz 5X2 Pro 当我同时滑动页面的时候 就可以很明显看 跟Fu的出120hz是顺很多的 而一般的这个60hz 就会比较起来 就会卡卡一点 慢动作 再看一次 不够不比较的话 其实好像也没有太大分别哦 就比较顺咯 就有屏幕刷新率 Five Super的这个 屏幕亮度在普通情况 可以去到500hz 大太阳底下到800hz 而最高是可以去到1200hz 等一下 是方便我在大厂底下 玩手机是吗 啊 它的屏幕也有一大亮点 就是采用了 夜间第一款 10bit色色 呃 怎么意思 其实就是支持 11种色彩显示的意思 传统屏幕一般呢 都只支持1670万色彩 也就是8bit 而11就是1670万的64倍 简单一句话 就是Five Super的屏幕 呈现出来的颜色是非常非常鲜艳饱满的 就好像带一个Plasma TV在你 OK 这样咯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当你把你的notification bar 拉下来之后 你会看到有一个叫做 Ultra Vision Engine的功能 只要开起来这个 就会出现传说中比较好的 看video视觉效果 这个功能呢 其实就是让原本30帧以下的video 提升到60帧或者是更多 让video看起来更加深长 不会laglag或者是掉frame等等的问题 看球赛啊 看直播的时候 有一种就是在现场的感觉 但是咯 在我短暂测试的期间 我发现其实这个Ultra Vision Engine 还是有不完善的地方 设定内表是可以把动作画面 进一步的流畅化 但是咯 我在YouTube看电影 发现一些动作太大的moment的时候 这个功能会稍稍的跟不上 还有就是咯 60frame看周星词 好像也不是很适合啦 目前而不是说这个功能呢 已经试配在一些特定的app上面 比如说YouTube啦 Netflix啦 爱奇艺啦 YouCool啦 腾讯啦 Amazon等等的 总的来说 FiveOS这次花了特别多的功夫 在它的屏幕上面 无论是画面观感 色彩显眼感 或者是娱乐体验 都算是M5 level 镜头设计方面 在机背左上角直直一排 这次FiveOS没有跟踪 做到4567891个镜头 就有三个 一个48MP主镜头 采用Sony IMX689长感器 F1.7大宝钱 一个48MP超广角镜头 采用Sony IMX586长感器 最大可以拍到120度广角照片 一个13MP长角镜头 支持10倍混合变焦 5倍光学变焦 最多60倍的数码变焦 支持OIS EIS防抖功能 除了这些哦 之前OPPO Reno2身上一些 拍摄功能有个无传下来我 比如说Super Night Mode Ultra Steady Mode 至于自拍镜头 三千两版像素AI自拍 美颜啊 逆光自拍这些东西 其实不用讲了 就是一如既旺 至于配置方面呢 Five Super旅卡 5G手机 支持SA NSA双模组网 搭配SkyDragon 865处理器 2GB ROM加512GB ROM 支持IP68 防水防尘 支持Doppy Admos行销 讲着Tingle看戏真的有比之前好很多的体验 有一点一定要讲的就是 它采用了这个Super VOC 2.0上重技术 65万 是市面上目前最快的充电速度 38分钟就可以充满这台手机 我的充电位置是38分钟 就可以充满一台4200毫安的手机 真的是 这时候好像都没有这样快 没有这样快啦 好啦我发现我今天一不小心就讲太多 总结来讲呢 OPPO 5S2 Pro以一台旗舰机来讲 算是非常对得起粉上的啦 尤其是在屏幕Quality上面 真的是需要很大很大的功能 甚至是可以看比相中的XS20 Ultra 我觉得应该是为了满足现代人 对于这个娱乐体验的这一举办 至于价钱方面呢 我真的还不懂啦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就是 一定不会便宜咯 5G机咯 旗舰机咯 我估计最少50千元下 好啦OPPO 5S2 Pro今天开始接受 不有的啦 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去预购 预购的话呢 就会送你一个Extra Warranty OPPO POWERBANK 还有这个OPPO ENCO FREE OZ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怎样的影片记得FOLLOW AND SUBSCRIBE 我是可能现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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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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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